今天上午,我是赵开市人民武装部部长任职命令宣布大会 大会宣布江静念任市人武部部长 江门军分区副司令员宋俊风 市委书记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李慧文 市委副书记赵建涛市人武部政委李华林 新任部长江静念出席会议 宋俊风宣读了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命令 任命江静念为台山市人民武装部部长 他希望调整后的台山市人武部党委班子 保持和发扬良好势头 不断取得新进步 他强调,要扎实做好,助魂育人工作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凝聚官兵意志力量,着力培养自有革命军人 要切实提升部队实战能力 加强森林防火,抗洪救灾,维稳储徒等训练,演练 确保一生令下,能训及出动,完成任务 为维护驻地社会大局稳定,做出应有贡献 要充分发挥党委核心作用 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凝聚集体智慧力量,搞建设,谋发展 要严格落实依法从严治军 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李惠文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江门军分区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审武部各项工作,希望是审武部铺下身子干事业 宁心俱立谋发展,劳迹使命,始终把劳正确政治方向 坚决落实党委义军、军事日、第一书记述职等制度规定 推动党管武装精诚化、法制化、规范化 强化担当,推动人武工作全面进步 聚焦主则主业,加强练兵备战,狠抓队伍建设 全面展现台山双幽模范城市、孤大局、抓时事、造凤伟的硬担当 在街在立积极主动服务地方发展 发动和组织民兵投身地方建设和社会管理 做到守一方热土、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江静念表示,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动加强学习、提升自我 兼兼业业勤勉工作、摆正位置、搞好团结 守住底线、竖好形象 本台记者报道